農曆十月來到天傑座新月 今期的塔子亂南星座運舍只會出三位合文宜 原因和計分方法上期都有說 綜合Facebook IG和Youtube 最反應熱烈的冠亞貴軍 今期會聽到他們要注意的東西 究竟頭三位是誰呢? 亞軍原來就是我的太陽星座 這裏我絕對沒有做馬 因為上一個冠軍是我的上星星座 這次的亞軍是我的太陽星座 所以我在這裏準備這個星雲的同時 我也是為自己做一個預測 無論我上星和太陽都看完 但這個真的這麼巧 我的太陽星座是什麼? 大家如果熟我的粉絲應該知道 但我待會再說 在這裏賣個關子 如果一些不知道的人 今個農曆十月 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星座的朋友 就著生育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創意 靈感 藝術的創作 這些東西 或者是運動的東西 要去做運動的一些目標 一開始會是威嚇勢 但很快就沒有了團火 有心無力 沒有了 mood 或者是忘記了這件事 OK 小心啊 生育方面有心無力 大家明白什麼事了 OK 我第一個比喻 例如 你忽然之間很想去做運動和減肥 就很厲害地買了一雙很貴的波鞋 但之後就忽然之間很多藉口 推堂 之後就放棄了這個目標 就會應驗到這方面的運勢 所以在你有這些志願的時候 麻煩你去 keep secret OK 不要那麼高調 不要到處和別人去宣揚 去敲鑼打鼓在這裡說 因為最後做不到的時候 大家興奮起一場 還有自己拿來測 拿來魚 OK 尤其是生育方面 OK 會有一些難以承認 甚至是流產的狀況 OK 還有很有趣 OK 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是經常在聽這個運勢 總之 一段男女關係裡面是有射手 如果發生流產不孕的狀況 原來很大機會都是那個男人的問題 OK 無論這個男人是不是射手座 即使你是射手女 如果真是觸碰不幸 是有一些流產的狀況 但原來那個歸根結底 都是因為男性的精子不好 更是射手的狀況 你可能現在會問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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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空歡喜一場 OK 原來好 其實說真的 寶寶怎麼會小氣呢 但是 我們是為了顧及成人的感受 是不是? 尤其是 射手座的關係裡面 也是那個男人 不要到處跟人說 OK 因為我看到這個男性 他會比較有一個衝動的意象 可能他真的很想很快 在這裡報起信報街音 但是 真的不希望最後會有一個 令人失落的結果 如果是就著一些 我剛剛也提過 創意的靈感藝術 運動的一些目標 其實都會很容易是半途而揮 中途是夭折 胎死腹中 尤其是因為 那個當事人 是比較沒有紀律 沒有什麼意志 沒有什麼堅持 所以 這些東西未成事之後 即未成事之前 就不要到處跟人說 另一方面 但是又很有趣 就是 就著我剛剛上述說的這些活動 你可能要去 加入一個比較 秘密的項目 可能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功能 找你去做神秘嘉賓 或者你要去 搞什麼商業活動 然後 你們之間是要簽一些 保密協議 那就記住 真的要把這些東西 保密 要低調 不要爆出來 如果不是 別人是絕對 可以告你上法庭 OK 但是 有失必有得 那你說 這些東西 好像經常忍不住 很想跟別人說 但是 別人叫你保密 別人都會給你一個 非常之可觀的 compensation 所以其實這件事 是真的 挺值得去做 而且挺值得去 保密 另外 上星或者太陽射手的朋友 在農曆十月 會非常慷慨大方王 為什麼呢 可以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因為一些 你以前的 創意藝術的創作 得到一個 錢 贈到一些獎 或者是賣到 終於賣得出 然後你現在會多了個錢 或者如果你是從事一些 宗教活動 可能賣一些 New Age的產品 又會賺到錢 又或者會有一些 幸運錢 真的可能是賭博贏了 又或者是失而復得 找回一些不見了的錢 或者可能一些 以前你本身以為 沒有機會賺的生意 但是忽然之間 是給你賺到錢 OK 這些東西 都會令到你忽然之間 覺得 那個財富好像增多了 那你會對身邊人 比較 慷慨大方 OK 又或者 就算不是真的得到一塊錢 但是可能 你做了一些好事 是受到表揚 然後就令到你很開心 很正面 會對身邊人是好一點的 OK 但是 另一方面 也都有機會 可能這些 就是 財富增值的來源 是比較不開心的 就是說 可能有人死了 然後那個遺囑給你錢 OK 又或者 可能有人有意外 然後那個保險理賠 你是受益人的 那無論如何 那你多了這些錢 但是可能 那如果你多了這些錢 我覺得 你對身邊人 慷慨大方的那個 那個 意願就會比較 是想著去 做一些慈善 去幫人去消災減業 會不會這樣 OK Anyway 農曆十月呢 睡眠的問題 例如失眠 或者多夢 經常發惡夢 那這些問題 是可以得以解決的 尤其是 如果你真的去看醫生 OK 還有 農曆十月呢 尤其是會容易去 入院 或者是做一些身體檢查 對 但是如果過夜的話 就要小心 是 比較陰 因為大家都知道 醫院是很多 鬼怪的東西 例如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 我接下來 在11月17號 星期二 我也會做一個矯視 因為我已經驗戶了大眼鏡 戴了這麼多年 是的 然後因為已經過了11月13號 火星由逆行變成信行 直至一年 一路去到下年的西曆 1月6號 火星會入到一個非常差的位置 就是金牛座 其實這也是一路 對全人類做一些手術好的時候 但是 伴隨著 今個農曆十月的天蠍座 新月 原來對射手的朋友 是尤其是好的 是的 所以我會去做矯視 還有 也是吃了一個運勢 就是我做完矯視 我都會在家裡休養 對不對 這裡就是好像 我剛剛說的 可能要入院 要去一些比較安靜 一些要去 有一個寒冷的地方 這個運勢 這裡吃了的時候 我便不用 其他有些什麼 不開心的地方 會中了 對不對 所以 再次去看看 醫療師 例如和男人 去檢查一下精子 檢查一下 前列腺 這些東西 都是金國農曆十月 尤其是過了11月13號 當火星順行的時候 做比較好的 噢 不差再說 其實說真的 過了11月13號 整體上我們的愛情運 都會變得比較好的 最後最後 去到月尾 現在又說回西歷了 西歷的11月30號 月尾就是一個滿月月食 對我們社手座 無論是上星或太陽 我們的婚姻關係 或者一些很 很嚴重的長期間 一些很認真的信任 這些都會對我們 有比較好的機會 都會議會議會 對我們來說 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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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